人力资源部长纳都斯里沙拉瓦南透露 从1月28号到昨天为止 当局接获了由中业者提出7500份 特别豁免聘请外劳的申请 但是其中一些雇主的申请被驳回 因为他们是透过合作社和外包公司递交申请 沙拉瓦南发文提醒 申请资料必须由雇主亲自填写 不能够透过其他公司或中介代为申请 他也说 私人机构只是扮演协调角色 不能够带雇主申请聘用外劳 除了由中领域 人资部也接获其他领域聘用外劳的申请 但是别的领域要等到2月15号才开放申请